這樣狀況也真是讓人蠻反胃的 在苗栗頭份有民眾就PO網抱怨了 他說自己到當地一家連鎖的韓食餐廳去用餐 想不到店家端上桌提供食用的毛豆 居然都是空的 原來這是別人吃光的 好 民眾就說了 當下真的是噁心到極點 根本再也吃不下 現在衛生局人員貨報 也前往現場來稽查 對此店家則說了總公司統一發言 他們不方便對外回應 爆料民眾控訴前往苗栗頭份 當地連鎖韓食餐廳用餐 但店家端上桌提供食用的毛豆 竟然是別人吃過的 我就先吃了一個 結果我發現裡面完全沒有豆子 然後我老公也吃了一個 結果我老公說他那個也沒有 結果我們趕快檢查 全部都是空的 我們才發現那是人家吃過的 會不會覺得這樣是很噁心 吃過 知道了 我現在有點反胃 我是覺得很噁心 用餐民眾直呼太扯 也表示雖然店長出面坦誠 是員工放錯 當天也免單 但已經繁衛到根本吃不下 我承認我有調查了 我也回報給經理 我有給你明天 到時候有任務問題 你也可以直接馬上聯繫我 實在已經吃不下 因為我覺得太噁心 重點是我們沒有確診過 我們如果因為這樣確診 我不知道餐廳要怎麼負責 我沒有要求任何賠償 他當天如果親自上門 然後道歉 甚至只給我一盒快篩計 我覺得我都能接受 把它擠出來 看起來跟裡面有毛豆 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沒有認真看來的話 是分辨不出來的 重回事發店家 店員稱交由總公司調查回應 但也表示目前毛豆品項 暫時全台下架 所以毛豆部分是全台灣的 都回收了 對 目前的話就先下架這個小菜 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是總公司的目前都來做調查 衛生局已經派員前往稽查 如果有違反食安法呢 相關規範 我們將依法來助裁處 開心用餐卻吃出一肚子氣 也讓消費者錯愕又傻眼 謝謝彭光許苗栗報導